這次我們還是可以看到 從肖像的作品裡面 感受到東方水墨的精神 從過去我就一直強調 用書寫的行為 包含從造勢 就是大筆迴號 以及順著造出來的示意 就是透過木骨的技法 去表達畫面 裡面呢 很細膩的那種質感跟氛圍 那這次一樣可以看得到 就是因為對我來講 傳承東方的 這個水墨精神非常的重要 就是有別於西方的藝術很重要的一個存在 那但是跟過去不太一樣的是 因為我過去非常喜歡在幽暗的色調裡面 去表達出一些質感 那透過這些質感 對我來講 可以讓觀者有不同的適應 去欣賞一件作品 那這次 我捨去掉了一些這樣子的氣氛 原因是因為我希望更聚焦 更聚焦在作品的對象的本身 那這次 也因為疫情的關係吧 我覺得當然還是有受到這個疫情的影響 所以我把很多的這個色調 不管是綿度 彩度都把它調高 然後顏色的區分也更明顯 就是為了讓很多人能夠一目瞭然 就是作品他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那透過這個作品 來去呈現比較樂觀的 比較可愛的那種氣氛 那對象物呢 這次可以看到很多 像這個 像這個 貓熊 或者是 老虎 或者是像貓科類的 很可愛的貓很療癒的 或者像 具有守護者形象的鹿 透過這些形象 希望他們能夠在這個 這個非常非常不安定 不確定 然後甚至讓人有點這種 消極絕望的這種環境裡頭呢 能夠起到一些療癒的作用